各位朋友,我們現在這個畫面已經是經營到這個程度 然後底下會有一些暗部的處理 在處理暗部的時候是會用咖啡色加藍加綠 然後這樣子把它稍微強化 強化某些局部的暗 那這個局部的暗是是憑著直覺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講到現場的光景或者是 你所採回來的影像資料或者是怎麼樣 不管用什麼樣的方式在畫畫 那你的直覺是非常重大 所以說廢畫跟照片不大一樣 是因為廢畫加了很多個人的韻律在裡面 還有個人的當下的情感流動在裡面 照相只是咔嚓一下子 它就拍了下來 在藝術的表達完全不一樣 這個繪畫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把這個圖像 土景或者是現場的光景慢慢的燃造出來 當然我們現在這一片是叫做什麼花 這個就是我們常說的太陽花 也就是像日葵的意思 那在今年的5月4、5月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的农田特别多 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干旱季 然后农田就撒了很多这个 这个降日回来做这个滤肥 现在都被翻掉了 那这里头暗中还有暗 比如说这个地方叫做亮部 亮部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中间色调 这个中间色调 像这个就是中间色调 然后这个暗部里头 暗部里头它不是只有一层暗 那我在这个地方多加一点点重的咖啡 这边跟蓝色的交织 它就会变成是比较暗的极暗的部分 我是用这样的表达 而不是直接用黑色 不是这样 然后因为这个暗的加强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让整张的亮 亮的部分它更凸显 所以说整个这个画面上 它就是很多的层次交织在一起 而不是一个单调的一个状态 当然我要强调是说 自由笔触 是练出来的 譬如说你在这个地方点点点点 那这个是枯黄掉的叶子 那你有人点得起来 点的时候就是很很僵 但是你怎么样能够靠自己的这个察觉 或自己的感觉去点出一个比较 要分布 人家讲说是 这个疏密 有疏有密 这个有节奏 然后有的就是 紧靠在一起 但是呢 它有的很疏 那这样的状态之下 怎么样看起来是自然 而不是一个做意的 做作的状态 这个完全是要靠 绘画的一种功夫呈现 而不是短期可救 所以说画画 这个 这个 练习 功夫 或者是修养 我们特别讲到 修养这个部分 其实不是短期的一个事情 而且是一个长期的磨练 那 有艺学化的这个学员 或者是 大众们 或者是同好 你们可以 可以稍微 要尽量用一点点的那个 耐性 去培育 培育 对画面凌造的 这个 这个功夫 看我现在又加一点点这个 这个 这个 叶子的中间剩掉 那这个 我这样一笔 一笔下去 它就有分成好多颜色 比如这样一笔下去 它就有 层次的颜色在这里 其实 有好朋友就误解说 你的画好像看起来是很写实 不过你现在拉进来看 你仔细拉进来看的时候 事实上你会发现到 不是 是 这个笔画很粗糙 然后看起来很写意 不是写实 那 那 那为什么会看起来很实在呢 我说 或者是说 我不大喜欢听的话 就说你画起来像照片 不是 其实不是 这个 应该如果像照片的话 我们就拍照就好 但是不是 因为我还是在一个写意的状态 也就是自由流动的状态之下 继续完成这样的作品 那现在这张作品呢 大致上有差不多完成是80%以上 好 谢谢大家